老而不死视为懵 李承腾 每当我看到文学泰斗王某一脸高深莫测的时候 就油然而生铁掌水上飘 球签刃的形象 对不起 是球签杖 脚下有木桩 宝剑可伸缩 那块大石也是促嫌泡过的 但架不住白衣飘飘 一尾渡江 引无数文青及女文青静折腰 这个炙热的革命文艺进步七年 从毅四十余载 从未生产过一部 筷智人口的作品 没有塑造过一个记得住的形象 他甚至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真话 却莫名其妙 官智作协主席 文化部长 略等于文渊阁大学士 李布侍郎 这是中国文坛一桩奇案 世界文坛一向奇迹 所以我说王猛的猛 此处读医生 懵是有道理的 钦定文坛太斗王猛 不管我事 文化部长也不管我事 但前天听王猛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纵论中国文学处于他最好的时期时 我就觉得撒谎不是不可以 国内撒点就行了 那属于拉动内需 那要是撒到国外 等于中国足协主席 跑巴西去说中国足球处于最好的时期 会被打的 腰花都找不到的 王猛指出 中国文学处于他最好的时期 不管你们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 我只能说 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 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 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 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王猛进一步强调 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 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 还受到当下读者的喜爱 比如梁石秋 徐志摩 沈从文 张爱玲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 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 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 他甚至还有一张照片挂在文学馆里 看到这段话 我第一时间怀疑他其实是在说反话 看了视频才知道不是 彼时他一脸真诚 真诚的容积率之高 以至于把五官都挤得有些变形 动情之处好像还准备流一下泪 只是考虑到余含泪 才生生收了回去 那个表情即使从专业表演 也相当具有挑战性 所以在中国修到文坛大家 其实就修成了表演家 泰斗们穷精好手数十年要做的事 就是把真话说成假话 假话说成屁话 屁话说成鬼话 还特别感动的样子 我觉得这感动 是种很缺淡的感动 中国文学 揪其实质 跟朝鲜是一个级别的 基本上比伊拉克差 比古巴更差 古巴那里还有很好的民间文字 被谱写成歌曲 供隐私男女浅唱低吟 我们确实有上百种文学刊物 是来证明国王是穿了衣服的 确实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 不是装心脚痛 就是绣偏头痛 这里每年发表上千部长篇小说 可更多的是盗版 满印 如果印术第一就算世界文学大国 印手指销量世界第一算不算文学大国 盗版毛片产量世界第一 算不算影视大国 王猛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态斗是一样的 只要够大够烂 中国石油就处于它最好的时期 中国教育处于最好的时期 中国医疗 中国金融 中国楼市股市 以及中国的一切 处于最好的时期 说到梁石秋 徐志摩 沈从文 张爱玲 胡适 六十年来 才获准出版 我首先联想到 这是中国文学悲哀而不是荣光 就是说 以前好端端的女子 被打成破鞋 沉堂了 后来老爷面子上有些过不去 考虑可以偏防名义 位列祖宗祠堂台下了 兴许还可考虑追风点 温婉 书贞 静安之类的名号 可这不能证明中国文学处于最好 只能证明中国文学曾经全世界最差 中国文学确实处在很差的时期 不知和大秦谁垫底 这里不焚书了 改为只将回炉 这里不坑儒 改为看守所了 这个瓷器大国的事情 王猛不是不知道 他装不知道 但他 未从只能印刷领袖语录 到可以印刷文学刊物而感动 为破鞋 被升格为二奶 感激涕零 他原本匍匐 后被允许跪着 就认为这是仁慈 再后被允许躬身站起 就觉得弥足珍贵 如果哪天可以让他平起平坐 王猛简直会带领弟子们大喊 教主先福勇响 授予天奇 中国文坛就是神龙教 各个流派的领军人物 就是各堂堂主 他们不敢愤怒 不敢忧伤 甚至连幽默都失去了 最后也只剩下感动 这个生理机能 因为感动是个特别安全 特别不需要技术含量的玩意儿 可以为祖国新貌感动 可以为大爱无疆感动 也可以为做鬼也风流而感动 只感动 不感动 泰斗门失去了感动 也不准别人动 谁动就组织人马 说这是网络垃圾 是不懂结构 于是中国文坛 畏为大观 不感动社会现实 不感动文化机制 不感动人性深处 甚至不感动人体本身 因为这个涉黄会被鱼罢 所以最后连情色 都少有人写的专业 要知道 他们很久以来 都没有写过好的语文作品 教材都不知选什么为好 又不方便把一些忤逆的东西 搬上教材 最后只得大量启用 说明文 训练出一大堆电器说明书爱好者 和文字版倪平姐姐来 我的文学观 虽然不是人人都需要文学 可文学是一个国家现实的写照 好的文学 会让人觉得呼吸顺畅 树叶战律 眼前一亮 泡起妞来也很带劲 道尽人间喜悦和哀愁 甚至说 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 前世今生的命运 这叫文以载道 不好的文学就是 比谁更正确 谁里组织更近 更靠近新闻联播和中南海 我认为混在大街上这批作家过时了 他们观念土鳖 技法落伍 文字基本是北方老娘们的花裤衩 配南方姨婆高衫旗袍 一嘴的大茶子味 加槟榔墨子 还冒充混搭 他们也讲不动故事了 滴滴答答的 还向后背神秘宣布 这是故意在压着写 揪起食指是能力不行了 这样的滴滴答答 是文化前列现言 千万别说 王猛后期著名代表做 坚硬的西州了 再坚硬的西州也是软饭 都吃软饭了 人格就坚硬不起来 硬不起来就硬不起来 也别装 我真正觉得 中国文坛 比朝鲜文坛还喜感的是 人家朝鲜死扛着主体思想 说不定几百年后 也能自成一脉 金达来派 我们每当诺贝尔颁奖 瑞典满大街都是中国怨妇 一边踮起脚尖望穿秋水 一边说不翻老娘绿牌子 老娘还不愿意给你上呢 这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放 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曾想 既当婊子又立牌放 可一定要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 别在重大问题自己追了自己的尾 比如 往往多次批判网络文学是快餐是垃圾 博客更是对语言有一种破坏 号召大家要少接触网络文学 前两天忽然又高调支持网络文学 说看好网络文学发展前景 甚至说出网络文学可以延缓老年迟呆 这种惊世骇俗的话 欣然提词 文以清新 王以动人 当时看王蒙我确实有点懵 后来才知道 他接受了盛大文学顾问的高薪聘请 王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 大家在酒局里互捧臭脚 咖啡馆里对发奖杯 哇 你这真是后现代意识流派 啊 你这才是新解构主义 开始是自摸 后来变成互相自摸 开始也不信 演着演着竟真信了 要知道 自摸不可耻 互相自摸才可耻 互相自摸也不是很可耻 互相自摸都能达到高潮才可耻 互相自摸达到高潮也不是最可耻 唯有彼此互相自摸才能达到高潮 这才最可耻 可见 中国文学不是最好的时期 是最好蒙的时期 王蒙也不是王蒙 而是王蒙 到最后 老而不死 视为蒙 互相自摸 互相自摸 互相自摸